说到宜兰玩的民众应该都看过当地知名饼店广告中的这名女子 最近有网友就发文了说这美女从小看到大 很好奇她现在人在哪儿引起了热烈讨论 实际找到这位代言人原来她是饼店老板的女儿 她透露照片是20岁时还在当空姐的时候拍的 还笑说她已经从姐姐变成阿姨了 身穿红色旗袍盘起头发 手里拿着牛舌饼越看越觉得有些面熟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发问说 女儿小二莱宜兰就对这位美女印象深刻 现在大二了想问本尊在哪 引起相亲热烈讨论而实际找到她 我觉得现在更漂亮 妆容跟服装还有身材都有 都有更好这样 现在也比较漂亮 还原12年前的拍照姿势 原来看板上的这位就是饼店老板的女儿刘琼美 她就想说就由我自己的女儿来担任代言人 让大家来试别 本身就是觉得很惊讶 然后也很开心 感觉真的很多网友都是从小看我看到大的 已经从小美姐姐变成小美阿姨了 可能再过一阵子就要阿嬷 真的 十多年前的宣传照意外生殖人心 她也透露拍摄时还是一名空服员 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最新系列的商品宣传照也曝光 装法风格跳脱中国风 让顾客们留下不同意向 这一栏终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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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